张永昌又杜福明在天幕球场重逢上演长期对决 记者蓝宗标摄影分享 围棋两天的职棒传奇球星公益赛昨天落幕 前兄弟向队总教练王光辉形容 队上一队老弱残兵队统一师队之战以2比5落败 远从美国来台和老战友后面的杨炮格雷诺 以过去最熟悉的游几手身份打满全场 充分感受球迷的热情 赛后大呼 下次再来 葛雷诺19年前离台 再次踏上台湾土地 中文还是很流利 看到一堆像队老友 嘴巴就是停不了 昨天对师队退役球员之战 赛前赛后都受到热情球迷包围 心情更是愉快 他说上场比赛就是一种享受 听到球迷热情加油的声音 很喜欢这种感觉 葛雷诺目前在酿酒人队 小联盟担任教练 昨天和老打党 无妇联重新搭配2 由打满全场4个打 说没有安打 挥出3次内野滚地球 一次内野高飞球 他说觉得有些可惜 无缘演出双杀手背 王光辉因为追尖盘突出 7月装上8根钢钉赛前介绍 只能从场边慢慢走进场内 比赛开打后坐在场边当拉拉队 笑说我已是老弱残兵了 向队另一名一老将李居民也加入拉拉队行列 强调自己的功用是当人行力排 终止元年1990年 向施开幕战担任新发投手的张 永昌杜福明 昨天在天幕球场重新上演经典对决 赛前特别合照留下珍贵画面 张永昌新发投一人次 被挥出安打后退场 施一分杜福明投一局未失分 张永昌27年前历史性的一战吞败 昨天比一比右手肘突出的骨头 笑说以前投太多只超球 打职棒受到运动伤害 时间过得好快 转眼都60岁了